上节课我们完成了点击之后可以让动画执行 那么这节课我们完成整个实例的操作 当我们点击之后 可以发现图片是有一个缩放的效果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翻转效果 但它只翻了一半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让它执行第二个动画 让它再次翻回来进行增长的一个翻转 也就是缩放中的放 那这个时候要执行第二个动画 想执行第二个动画 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一个动画的结束的监听事件 那正好我们这里可以使用Animation Listener 我们可以给第一个动画做一个监听事件 当第一个动画执行完毕之后 来完成第二个动画的执行 OK我们给第一个加上 点SetAnimation Listener 你有一个Animation Listener 这里我们需要引入包 那么它会给我们提供三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包好像没有引入 好那这里我们引入了 三个方法分别是开始时候执行 以及动画重复执行出发 以及动画停止出发 OK 当第一个动画结束之后 我们要出发第二个动画 所以这个Animation End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用到了 在这个方法当中 我们应该去监听 第一个动画什么时候停止 停止了 让它执行第二个 Image A 点Get Visible 如果它是显示的 我们就要去执行 点Visible 那么在这里 我们判断一下 这个当前的Val是否是显示的 因为这是一个结束的动画监听 所以它是显示的 代表我们需要将它隐藏了 然后执行第二个动画 所以这里 我们首先把第一个空间中 所加载的动画清空 好 SetAnimation 复制一个空 然后我们让它进行隐藏 显示第二个 第二张图片 那我们应该调用 ShowB OK 这里调用一下 让第二张图片显示 同时我们需要给ShowB 加上第二个动画 StartAnimation 好 加载上第二个动画 这是第一种情况 还有第二种情况 就是第二张动画 本身在执行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是对第二张图 动画的一个判断 直接把它的Animation 复制为空 之后 调用ShowA 让ShowA进行显示 同时给ShowA 添加上动画效果 AnimationA 点StartAnimation 那么这会儿我们要考虑一下 它添加的是第一个动画效果 还是第二个动画效果呢 好 OK 应该是第二个动画效果 为什么 因为第二次翻转的时候 应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次点击 应该是图片B 而图片B添加的是动画A 所以我们应该添加第二个动画 OK 那我们这个操作也做完了 在我们点击的时候 也应该对其有一个判断 好 我们先不去判断 先执行 看一下效果 能否完成一个完整一次的动画搬转 点击 我们看没问题 当然我们再点击 因为我们并没有做这个操作 所以它就会有误差 这里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先剪切掉 那么在这里做个判断 我们判断imageA 是否是显示的 getVisible will.Visible 让它进行显示 如果它是显示的 那么它应该加载的是第一个动画 否则呢 应该加载的是第二个动画 那我们操作B即可 startAnimation 让第二个加载第一个动画即可 OK 那我们接下来执行 看一下效果 打开我们的摸影器 点击 翻转 这是第二张图片 再点击应该是第二张图片进行翻转 所以我们再点击应该执行的是 Iris 加载的是第一个动画 向里缩 OK 没问题 那这个我们就已经实现了 OK 我们本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 明确 是的是第一张图片 按下转 我们知道 是较来自然的